瞬間妖殺,抽煞油煙味,成績幸福味,電話510-268-1188 謝謝 美美加倍, 幸福加倍, 隆重向美推薦, 美国美全, 美增加味, 似奶水餃中的激品, 采用浴苔淡吉速丹冬冲备, 口味丰富, 昆仪淨一海陆食材肉馅, 无论是韭菜蝦, 干贝蝦, 唐芹蝦, 瘦苗蝦, 提菜蝦, 径冬牛, 路上蝦或者是XO干贝蝦, 各个鲜味多汁, 内皮超滑大净, 你千万没错过啊, 美国美全, 美加真味, 美加真味, 五一零八八七, 五一� 二零零, 如位牌赤灵芝助理新强免疫力, 如虎添翼, 现买赤灵芝精华或特强BX三合, 迟送维他宝, 姜黄香枯粥两合, 送完资纸, 关区各大深容行有售, 电话一八八八六零六四五三四 利率三微水平, 重泰好时机, 无需手续费可折省数万元离息, 今日就致电邮先生, 为你订造一个no point no fee 的重泰计划, 请电五一零五二零九六九一, 五一零五二零九六九一 周末食馆店, 各个各表演 好, 时间来到十一点二十四分了, 今天这个周末食馆店, 我们继续分入两个部份这个时间, 第一个部份我们请来就是赵耀威博士, 和大家谈谈谈谈谈一些, 可能你不是太过关心, 或者你不知道的一些飲食方法, 其实对你来说可能影响很大的, 首先介绍赵耀威博士, 这一位教育家, 企业家, 演说家, 港师也是企业顾问, 也是前辉瑞和米克公司的研究科学家, 有一系列的发明专利, 而且也是一位的自然疗法专家, 现在就在哈佛大学进行研究的, 早晨,赵博士, 早晨,早晨 是的, 今天仍然是年初十一, 未到十五, 未到十五元昭, 都是建造新年, 我们都吃了不少煎煎炸炸的东西, 其中不少, 里面的馅很多都是红豆馅的 嗯, 所以红豆呢, 你知不知道呢, 我这些也是会放在Facebook, 等大家可以慢慢再参考 那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红豆含有一种叫做phytic acid 而phytic acid, 为什么是问题呢, 它是叫做anti營养 就是吃了下去, 会令到你的营养不吸收 所以它是稍为毒一点的东西 那它呢, 就是不吸收什么呢, 会令你吸收铁质难了, 吸收银也难了, 吸收银也难了 甚至令到你自己身体里面的矿物都减少了 那我会里面放回Harvard 里面一个dataset, 讲关于这些 这些任何豆类, 核类的东西, 都有些phytic acid 那我们怎样可以解决这种东西呢,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磨散它 就会好些, 但是这样就会磨走营养了 所以磨这个方法就不是那么好 那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我现在教大家 就是如果你拿一些红豆, 用水浸了它, 隔晚浸了它 浸它, 不要加很多水浸, 刚刚够就好了 那之后你就每大概五六个小时, 换一次水 你换一次水, 可以八个小时换一次水也可以 总之你换了水, 第一次当然是先洗一洗它 接着没有了一些陈, 就去了一些陈 第二次, 就用水刚刚盖着它, 浸了它 由五个小时至八个小时, 看得你自己方便 之后你就倒走这些水, 黑芝麻也可以这样做 红豆也可以这样做, 当你这样做了之后 红豆和黑芝麻就开始想发芽的功效 想发芽, 发芽的功效会令到你减低 但你不可以发芽, 因为发芽会带苦味 所以你令到它想发芽, 那你第二次了 又用一些水, 再浸它, 又刚刚好盖着它 然后拿一个16, 好像你平时 那些人以前发芽菜, 绿豆这样做法 概念是差不多这样, 但是加多几个次序 就是我们换水, 多少换水啊, 少少换水 倒走它, 那你就去到那些 第一浸, 第二浸 那已经稍微少了, 接着如果你加 大概两个汤匙的醋 去到最后, 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 又是用一点水盖着它 第三次了, 就是第三次了 接着今次你用一点, 两汤匙的苹果醋 倒入里面 接着你又隔多一段时间, 譬如五六个小时 即是总共呢, 如果五乘三 就是十五个小时, 八乘三 二十四小时, 差不多是这样 一天里面, 换了三次水 最后那次是用苹果醋 有两个汤匙的苹果醋 做这件事之后, 你就会减低 因为种旧生产品, 和你的红豆 或者黑芝麻 当你用来熬肝麻 做甜品、 糖水 那些功效有多了很大 就没有了这个草势 没有这个阻剧在里面 只是这样简单做了这个步骤 又不需要很多钱 就已经可以减少了 菌生产品影响体内的营养 吸收了 明白吗 听赵博士这样说,程序也很复杂 对啊,因为它phytic acid是一些豆 它本身是不想被人吃掉的 因为它那些是种子,它也要生存 那它怎样做呢?就是里面令你不想吃它 或者吃了它不舒服 如果你做了这些东西 三次里面最后那次用苹果醋 两汤匙够了,不用整瓶苹果醋 做了这些东西之后,两汤匙就会令它 减低了phytic acid,减到差不多没有 那你吃下去里面对你的身体健康就很好了 这个你就可以吃到些种子 而且它当它发芽那一下,除了减低phytic acid 它会加出它营养的 但就不是当它真的标直芽出来 即不是发芽菜那种,它就刚刚饱满 你会见到那些黑芝麻或者那些红豆 它会饱满了,好像大粒了那样的 那时候去做,无论像上个礼拜说的年糕 还是你拿它来做红豆沙 你做黑芝麻的糊 这些就很健康了 当你这样做,你会发觉它的功效加速了很多 譬如黑芝麻大家都知道对眼睛好 对眼睛好,对头发也好 当你拿走这个phytic acid 你会见到效果会见到更加明显 所以这个去phytic acid浸的过程是主打来的 很重要 除了红豆之外,譬如黄豆 其他那些豆类是否同样做法呢 这个问得很好,你知道黄豆应该少吃 或者甚至不好吃 因为如果你没有吃黄豆 你的康复能力就会保持到 你吃了黄豆的 你会减低你的康复能力 即是就算去了phytic acid 你也是会减低康复能力 因为黄豆类的东西 就会影响到身体 是一个负面影响的 所以刚刚你问我黄豆 黄豆就应该避免了 如果你不想影响身体 粟米也应该会减低 因为粟米也是会影响身体 所以浸不浸呢 这就不关事 因为它本身有些不好的东西 谣博士,我想问 因为豆腐豆漿 我们经常听说是很有营养的食物 他们都是用黄豆去制造的 是的,因为你知不知道 他们以前发觉日本人 吃得多他们吃的东西 女士 他少了子宫肌瘤 比起很多人在外面 他就想到他吃什么 吃鱼生 他吃黄豆 他吃豆腐 和海草 最初以为是因为黄豆 每个人都去吃 发觉影响子宫肌瘤 差了 影响身体差了 那他还吃什么 鱼生其实他不是经常吃的 他发觉他吃海草 而海草可以帮助子宫肌瘤 这个连续 是之后才找到的 但当初 灯就说黄豆好 那就搞到大家 就好像以前你说 吃某些东西 吃东西 对身体好 怎知道又说不好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黄豆 搞来搞去 就是开头以为是因为这样 所以身体好了 但后来他们发觉是不好的 所以你现在看很多文章 你会见到黄豆是不好的 对女士身体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原来一直都觉得 黄豆是一个很好的食品 例如做豆漿 豆腐 平时都没有什么问题 原来 是不是的 那就是说 豆漿 豆腐 真的要比较少吃 对吗 听你这么说 是呀 直接是 你看看我们这些没有夹过 你刚才跟我说开 这个我说红豆 怎样去的 说一下说一下 就变成黄豆 怎样不好 这些其实一说起 很多 很多东西 你不问我 我就不知道你想问我 那样东西 就说下去 但怎知道现在 差不多时间了 对吗 对 我们下个星期 不如就专讲这件事 对吗 好啊 看一些人 其实你可以问些人 他想听些什么 你就订阅上去 你们想听些关于什么 资讯 你可以订阅上来 650-3002-5008 是的 我们下个星期 就同样时间 继续和智耀威博士 聊聊这个 食物方面的话题 可能很多 就是令你的 就是 劳动大开 好啊 那我放回几条链 上去Facebook 让你们自己可以看 好了 好啊 不用了 OK 拜拜 拜拜 拜拜